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你可以注意到 往北走有短暫雨 主要在中午之前 往中南部走天氣勤 而目前9號颱風 已經過了琉球群島的 西方的海面 正在逐漸的往北的方向移動 所以整個雲系發展 也隨著颱風正在逐漸的往北走 所以到了下午以後 北台灣的朋友就發現到 陽光露臉了 跟早上下著陣雨的天氣狀況 不太相同了 那明天要注意什麼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分幾個地點來看 第一個 如果你要上山的話 要注意 注意什麼 溫度低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夜晚的溫度 可是在10度以下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夜晚的溫度 可是降到了剩下個位數 像今天玉山北風的觀測溫度 只有在1.3度 所以上山的朋友穿著要保暖 如果你要下海的朋友 要注意的是浪大 哪裡的浪大 北部海面的風浪大 今天北部海面的風浪 因為遠洋有颱風的關係 所以有些湧浪出現 在大浪的程度 明天的風浪仍然是在大浪 北部海面浪大 到了南部海面的風浪 就逐漸地轉小了 可是你往北走 明天要注意什麼 高溫的狀況 因為陽光出來了 溫度上升了 風向已經在今天晚上 開始變成西南風吹上來了 北部的溫度高 中午熱 但是到了南部 西南風上來了 所以明天外出要背雨距了 因為開始會有短暫 震雨在中部以南出現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什麼 先來看看這張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可以注意到 今年的9號颱風 颱風眼清晰可見 昨天晚上的時候 它就通過了 納霸南方的海面之後 逐漸地開始轉北的方向 在移動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正在東海上面 明天的強度的部分 還會略微地增強些 可是明天的時候 它整個導引流 因為很明顯的關係 所以會快速地往 韓國南方的陸地前進 預估在明天晚上深夜 到後天的清晨 就要接近韓國的釜山了 而對於我們的天氣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有些外圍的雲帯 隨著西南風進來 而使得北部地區 有些短暫雨 但到了下午以後 整個雲系發展 隨著颱風逐漸加速往北移動 而整個雲帶也往北移 北部的天氣開始轉勤了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附近的環境廠 也隨著汽流廠 開始漸漸地變成偏西風進來 明天的時候 就會是西南風帶上來了 雷達上面可以看到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台灣附近的環境廠 並沒有什麼雲系發展 所以今天晚上天氣晴 只有在南部地區 有些地形性的雲層 出現在在台南地區 可是明天開始 隨著整個颱風加速往北 進入到韓國之後 我們的風場 漸漸地轉為偏西南風 西南風就會把南邊海面上 暖濕的水氣帶了進來 而造成一些局部性的 短暫的陣雨狀況 在南台灣出現 這樣的天氣形態 週三 週四 週五 三天的時間 那太平洋面上 其實現在有兩個熱帶系統 一個就是我們提到的9號颱風 另外還有一個是低壓系統 這個低壓現在所在的位置 比我們還滿遙遠的 未來的走向這個低壓系統 它將會逐漸的 以一個拋物線的方向 往北的方向走 它有機會發展 等到了9號颱風上去之後 這個低壓系統 它將會有機會發展起來 但是移動的方向跟路線來說 未來將會以一個拋物線 逐漸朝著日本的 九州的方向前進 對我們來說 這個系統即使到達了 日本南方海面發展起來以後 對我們台灣是沒有影響的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天氣狀況來說 明天會因為西南風 使得南部地區開始有點雨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今天早上 北部地區造成的降雨狀況 明天北部地區天氣晴 溫度高了 但南台灣會因為西南風 帶了水氣進來 而使得南部地區 開始有點短暫雨 時間週三到週五 這幾天的時間 而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又隨著風場 漸漸地轉成南風上來 各地的溫度高 所以週休假期的時候 就在台灣上空 是山區的部分 會有點零星的 我後陣雨 不過明天還是要注意 北部海面的風浪 還是比較偏大一些 海上作業的朋友 要特別地注意 而在中南部的朋友 你外出活動的時候 明天就要背著雨句 像南高坪三個地方 明天就有些 零星的降雨的機會了 來看溫度了 天氣晴 溫度高了 北部明天的高溫 就可以達到36度 甚至台北是有到37度的機會 因為西南風 過了林口台地之後 會有下沉增溫風的影響 而到了中部地區 也是天氣晴 只有南投的山區 會有些零星的 午後陣雨發展 而南台灣溫度狀況來說 是偏高的 但是午後陣雨狀況會出現 明天晚上開始 西南風帶點水氣進來 早晚也有些 零星的降雨的機會 到了東半部地區 宜蘭山區會有點午後陣雨 花蓮 台東 都是晴朗而高溫的好天氣 而外島地區來說 也是天氣晴朗 但偏著西南風上來 金門的溫度 有機會到36度 在未來一個禮拜來說 週三到週五的時候 降雨狀況略為增多 禮拜六開始 只有零星的午後陣雨 下週一開始也恢復到一個 夏季的標準型的天氣 而外島地區來說 都回到一個高溫的天氣 下一套系統 對我們台灣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就在於 明天北部海面的風浪 是比較偏大的 海上作業的朋友 要特別的留意 還有一點就在於 中部以南的朋友 在明天的時候 開始在下午以後 漸漸有些真雨狀況出現 所以明天在南部朋友 下午以後雨區行車 要特別注意安全